報告委員會現在進行國事論壇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首先我們請張家俊委員發言 院長 各位委員 大家早安 那黃仁勳公開在電視媒體上呼籲說有適合的土地告訴他 那我也想對他公開喊話 雲林縣就是他的最佳選擇 To NVIDIA CEO Jensen Huang I am Dr. Alice Chang I am the congresswoman that represents雲林 County I would like to sincerely welcome you to establish your NVIDIA Research Center in my hometown雲林 雲林 County has abundant water and power supply as well as land So雲林 is your perfect choice 雲林縣呢 是有六大優勢 我們要對回答說我們準備好了 首先雲林縣最大的優勢就是土地優勢 在雲林高鐵旁我們已經準備好了高鐵特定產業專區 總計10公頃的土地可以依法標售可以標租 而且可以立即進駐 同時今年中科湖偉園區已經通過台塘土地的承租案 若從湖偉貫穿到土庫保中東市整個串連起來 將會有1600公頃的土地 足以容納台積電的先進製程廠 半導體AI產業鏈上下郵件廠 放延50年都不用擔心土地的問題 雲林縣絕對是發展AI產業的最佳城市 其次雲林縣對AI產業的能源供應有穩定極極大的支持 我們有豐富的水資源 湖山水庫蓄水5347萬噸 積極藍河院可供應每年20億噸 含有全台最大的海水淡化廠 日產10萬噸淡水 水資源豐富多元 綠電雲林自己就可以提供 太陽能光電1850MW 賣療氣墊1800MW 還有人才 我們有這個虎科大雲科大 每年可以為這個高科技產業來訓練人才之外 我們還有交通優勢 我們的園區就在高鐵站旁 那當然呢 最重要的雲林引以為傲的 就是我們的美食優勢 吃當季吃當地 我們有最新鮮的食材 雲林縣是台灣的糧倉 也是台灣農業產值最高的城市 我們會建議推薦你去斗六吃肉丸 去土褲吃香格倫 還有在賣療吃鹹鵝 包括斗南吃米糕 所以在這裡我們誠摯的歡迎 黃仁勳執行長到雲林吃美食 團設場 雲林就是NVIDIA的最佳選擇 謝謝 謝謝張家俊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登記第二號林佩祥委員發言 王陽補牢為時未晚 禮拜一的時候 在基隆巴豆子地區 發生了一件嚴重的走山事故 那其實這件事情 不會只是發生在基隆而已 4月3號的大地震 還有後面很多的漁震 跟許許多多的五感地震 都對我們全國的丘陵地 造成我們看不見的極大的傷害 不管是地下的水紋也好 還是岩層的破壞也好 都表示說我們針對我們的土地 我們針對我們的岩殖探索 我們針對我們的邊坡防護 要有更新一層的認識 更新一層的措施作為 所以本席在這邊特地把它提出來 有三個意見 想請我們行政團隊 好好來去思考並且執行 第一件事情就是針對我們公共建設 有關中央部會所去管理的土地 嚴格講起來也就是交通部 交通路轄下的高鐵台鐵高公局 甚至公路總局附近的邊坡檢測 必須要更詳細更明顯 本席在昨天質詢的時候 有特地見請交通部 把本來B級 B級的本來C級的土地 也就是本來相對起來 是以G來去做定期巡查的土地 來去做更進一步的探測 甚至把一些可能 有可能發生危險的土地 把它直接升成B級 從G一探測變成可能 相近是兩個月或一個月一次探測 確保這些地方的安全 第二個也是這邊 本席要見請國土署 在這邊幫都市計畫的土地 來去做陰塵路的探討 據本席所了解 光是在基隆西岸中山區湖海路 過去十年之間就有四次的落實 雖然很禁運的沒有造成人員的傷亡 但是造成當地居民的疑慮 是的確發生的 而本席 本席極不願看到說 等到我們發生的事情之後 再來說 啊 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 第三點也是本席強烈建議的 有就是說在邊坡防側上面 在邊坡偵測上面 一向都是還是以人為肉眼來去做探測 但是現在科技發達 AI也好 無人機也好 我們都應該利用新的科技 新的技術 來去確保我們人民的財產安全 以上三個建議 是針對這次邊坡防側 希望我們行政團隊能從善如流 納入考量 謝謝 謝謝林佩祥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登記第三號羅志強委員發言 行政院提複議七大原因 我在這邊就打臉卓榮泰七次 打臉卓榮泰七次 第一個沒有實質討論 違反民主原則 一場專報三場公聽會四次政黨協商 四天立法院交土事 從早上九點一路審到十二點 你跟我講沒有實質討論 違反民主原則 那你們的勞基法 鳥籠公投前瞻預算 看看邱毅營是怎麼主持議事的 三分鐘碾壓 沒收討論 沒收表決 還甚至沒收在場的有意義 卓榮泰你站出來說 這叫什麼民主 混淆雙手掌制 來不要羅志強打臉你 來聽聽賴清德怎麼講 這個是假訊息 因為根據不管是根據憲法 或是根據立法院執權行使法 總統都有義務 應立法院的要求 到國會去進行國情報告 接受立法委員的國情諮詢 這是假訊息 賴清德講的 依照憲法 義法院執權行使法 總統有義務到國會 國情報告 並接受諮詢 質詢喔 賴清德講的喔 我們的現在新的版本 也不是質詢喔 只是問答而已 結果你跟我講 你想打點賴清德嗎 卓榮泰 無差別調查民眾聽證範圍過廣 你是不懂中文嗎 在我們的國會改革版本裡面 最重要的門檻是什麼 第一個門檻 就是必須跟立法委員執權相關 按照憲法的職權 預算法案 你不可能因為個人因素去聽證調查民眾 第二個門檻 就是可以拒絕政言 第三個門檻要院會決議啊 113位的立法委員 要當場院會決議 你以為容易啊 看看那四天交主事 你有辦法隨便約循民眾 在院會通過決議嗎 第四個默示正當法律程序 笑話一場 你民進黨多數的時候 就是正當法律程序 你民進黨少數的時候 就會也要你們做主 才是正當法律程序 民主變成民進黨做主 這就是卓榮泰提出來的副意啦 無限期審查人士同意權 明顯假消息 哪一個條文跟你講 無限期審查人士同意權啊 明明白白定有期限 你跟我講無限期 藐視國會定義不明 我直接告訴你 藐視國會在刑法那個 只有一個定義 叫說謊官員 跟你第七項一樣 我想請問 你在國會卓榮泰的意思是 官員說謊天經地義 絕對不能管嗎 你們保護說謊官員 不見證你的心虛 七個打臉卓榮泰 謝謝 謝謝羅志強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登記 第四號陳冠廷委員發言 謝謝 今天各位同事還有我們的行政院的一些長官都在這邊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個機會讓院長還有相關 特別是跟農業部相關的 能夠來了解到現在 我們農民遇到的一些狀況 現在農業部有推動 道座四選三 道座四選三 根據這個政策 只要農民來去申請產銷履歷 就可以不受四選三的限制 就可以去繳交公糧 可是現實的狀況上面有幾個農會 都不斷的提出來有執行上的問題 有很多農民即使申辦了產銷履歷 他也沒有辦法順利交公糧 第一個就是說產銷履歷的過程 還有作業的時間 特別是作業的時間 是跟申報公糧的截止時間 是有衝突的 所以很多農民沒有辦法在申報的期間內 完成所有的登錄的手續 特別是在中老年的這樣子的農民 那我們真的很希望說農業部能夠來積極的去輔導 特別是跟數位跟電子相關的 我們現在想要AI化數位化 但是很多在偏鄉的人 他們是缺乏這樣的資源 他們是需要引導的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時效到期的問題 採銷履歷時效到期的問題 那我還是要強調 有些是在時效前 把這個申取文件送到這個履歷公司去申請驗證 但是因為時間過長 他們還是沒有辦法按時申報公糧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跟土地相關 土地重化帶來的困擾 那有些是因為土地重化之後 地號的異動 那系統沒有辦法識別 那系統沒有辦法識別的話 就導致說他沒有辦法正常的申請公糧 那這樣的話 就算是農業部同意補登 他所需要的 廢日勝時 時間也要花了很多 那這樣子會面臨到很多的困難 那我們希望說這三個技術上面的問題跟流程 我要提醒我們的行政院還有特別是農業部 能夠體恤他們的辛苦 要求農業部能夠允許在公糧申報截止的日期後 可以補件登陸 截止後能夠補件登陸產銷履歷 這樣子的調整 它可以解決到我們的燃煤之急 對整體政策的推廣推展 我相信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過去 稻農在 我們股價低迷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全力來配合政府 那現在稻農遇到問題 特別是中老年的稻農遇到問題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更積極的處理 那其實除了農業部之外 我們各級的農會 都很願意來協助 那我們也知道說很多農會 在輔導農業政策的時候 包含他們各鄉鎮的農會的總幹事 都很積極的介入去處理 那我們希望說未來 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讓農業部能夠 提供更多的這樣子的能量 給這一個相關的地方農會 讓他們有辦法積極去協助 這樣的地方的農民 我們現在講的不僅僅是稻農 包含未來的果農、茶農等等 在積極申請文件相關一些流程 技術等等的話 都是需要這些基層農會的協助跟幫助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希望農業部 能夠特別針對這個部分 截止後補見 謝謝 謝謝 謝謝陳冠廷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登記第五號陳金威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官員、委員同事、國人同胞、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這幾天護理師荒各層級的醫院都需要關病房、關病床 一躍成為最驚悚的新聞頭條 每一個人或是你的家人都可能會生病 需要住院 三種的院長甚至說出 他可以少一個醫師 但不能沒有護理師 因為少了護理師的病床 就只是一張沒有功能的床罷了 各醫院紛紛傳出 病床無法維持運作 過中午停止接手術 不開刀 半夜遇到需要急診手術的案例 不得不轉院 結果呢 衛福部告訴大家說 數據表示 國內的護理師病床數 均比去年的同期增長 不可能有關床潮 我要問 臨床的每一家醫院醫療現場 幾乎事態嚴重 當官員的卻跳出來說 沒有這回事 一切OK 甚至比去年更好 這樣是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在造謠 還是衛福部在狀況外呢 這讓我回想起一部 美國的政治諷刺電影 千萬別抬頭 Don't look up 當吹哨者提供警訊時 政府拼命叫大家別往上看 因為沒看到就沒事 從我們醫界內部提出的報表來看呢 全國最大的二十二家醫學中心級的醫院 向衛福部申報健保的床數 只佔了所有開放床數的百分之九十二 表示一百床裡面 只有七床是無法運作的 衛福部曾經為大家設定目標 說二零三零年的台灣 全台的護理人力目標要達到二十四到二十六萬 可是全國只有十八萬的護理師 一年近增加只有兩千位 去年呢 護理師的離職率達到百分之十一點七三 相信不需要是數學高手就可以知道 六年內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如此的目標 醫護崩盤可以預見 今年的二月呢 萬美林委員在總質詢 要求儘速演你護理白班的繁重津貼 陳建仁院長與薛部長口口聲聲的說好 結果才過了幾個月 就變成還需要凝聚共識 我要再次呼籲我們的官員還有我們的政府 沒有充足的護理師 就沒有醫療品質 如果再繼續凝聚共識下去 恐怕我們國人連生病住院的權利都沒有了 謝謝 謝謝陳建仁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登記第六號林俊縣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行政院卓院長 政府院長 各位部會首長 最近兩個禮拜 NVIDIA的執行長黃仁勳 以及AMD的執行長蘇智峰 以及國際各家科技巨頭領導人陸續訪台 他們的演說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沒有台灣 人工智慧產業的爆發不可能成真 默默耕耘半導體幾十年的台灣 有完整的產業鏈 讓台灣站上了這一波新的工業革命的世界頂峰 也讓NVIDIA、AMD這些行業的領導者 加大計畫要來投資台灣 建立研發中心 跟我們台灣的合作夥伴 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響應賴清德總統的人工智慧島的政策 那麼我們數位部也預計將要設立國家AI生態園區 來協助跨國的AI科技業者落地台灣 這其中台南很明顯的是最具有優勢 最符合需求的縣市 近年來台灣半導體的重鎮 已經有逐漸攔移的趨勢 往南台灣來 無論是園區的整體總產值 遠其用地取得的潛力 以及水電供應的穩定度 甚至台積電先進製程的選址來看 南科都已經逐步的超越其他地方 成為新一代的台灣矽骨 這是台南相較其他縣市最大的優勢 台南有土地有電力 台南的縣城沙輪智慧科學城 有廣大的土地隨時可以提供進駐 這裡緊鄰的高鐵站快速道路 還有通往南科的台鐵列車 半小時以內就可以到達 同時台南機場也是個國際機場 高科技產業需要的國際貨運 Air Cargo等等 都可以便利地來使用台南機場 另外台南還是最有歷史風味 最有特色的城市 台南有夜市 有台灣最好吃的小吃點心 因此本席也在這裡 向所有正在評估投資的這些跨國企業 發出誠摯的邀請 台南已經準備好了 何況呢我們AMD的蘇智峰 輝達的黃仁勳 都是出自台南 發展AI要選擇台灣 投資台灣台南最好 謝謝林俊憲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登記第七號 黃建豪委員發言 大會主席 院長各位部位首長大家好 很遺憾行政院最後還是針對立法院的立議院直選行司法 也就是國會改革法案提出複議 這次通過了國會改革法案 本體是國會本身 立法院的事居然由行政院提出複議 這才是一件值得憲法法庭思考是否違憲的事 有些人士刻意把國會改革法案 區解為國會擴權 但實際上此次修法的核心精神 用一句話描述 就是讓官員在立法院 不再有說謊和逃避監督的機會 立議院集權行司法的修正 只是讓國會正常化 中華民國憲法 徵求條文第三條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的法律案 如認為有摯愛難行時 德今總統何可 以請立法院複議 我不知道 讓官員不再說謊 對總統 對行政院來說 到底哪裡有摯愛難行的地方 過去我們看到 為了護航政策 行政院長在院會 公然拉業者背書 支持萊豬政策 被業者打臉 我們也看到行政院發言人 公然指控 牛肉片業者 使用韓萊克多巴胺 又被業者打臉 疫情期間 對高端疫苗 有沒有絕標公告 也是行政院長在院會上說謊 以上種種都是立法院 要來推動 國會改革的正當理由 再看到行政院 這一次提出了 複議七大理由 有四條在說謊 由行政院的高度 製造假消息 進行認知作戰 就如同之前的 萊克多巴胺事件一樣 另外兩條在指導 立法院怎麼樣開會 一條在做憲法解釋 行政院的七大理由 就是將聽政權 調查權 藐視國會權等概念 全部混為一談 尤其那句 無差別調查民眾 根本無中生有 帶頭製造 社會的恐慌跟混亂 至於一般民眾 到底能不能來立法院出席政言 在現行未修法的情況下 立委職權本來就會邀請 非政務官列席 修法後 這個標準沒有改變 只是更加強調 在監督制衡的行政院的範圍內 行使調查權 只有跟政府議案或標案密切相關的律友友 他才有機會被邀請協助調查 多數民眾根本不可能 也沒有理由成為調查對象 廣場大媽都能調查 台積電也能調查 從頭到尾都是假消息 本席幫各位顧一下 我們現任行政院副院長曾經軍 當任立委期間也曾經邀請 包含陳維廷等人在內的社會上 有關係人員到立法院備詢 曾經軍委員 曾經軍副院長當時這樣說 應充分給予人民到國會表達意見的權利 全國律師聯合會理事長 前民進黨立委尤美女 在民國101年12月13號上午9點 主持公立會議所謂主張 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第67條規定 及大法官會議四字第461號 委員會開會時可邀請政府官員 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 這一次行政院擴張自愛男性的定義 將違反民主原則違憲等理由 納入自愛男性的理由 才是違憲之舉 行政院如果能跳過憲法法庭定義什麼是違憲 並作為服役的理由 這完完全全就是行政擴權 如果作為國會議員 對於行政權的擴張與打壓 默不作聲 甘於成為行政院的轄下機關 那才是真的 國會香港話 國會人大話 我們希望我們也主張 中華民國的國會 是讓官員在立法院 不再有說謊和逃避監督的機會 謝謝 謝謝黃建豪委員發言 報告院會現在登記國事論壇發言的委員 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休息 好快 謝謝 謝謝 Heil